副理箱代表会订期会 杜金摩 何贵箱 徐秀之三位代表 依序总质询 而杜金摩先是要求 副理箱公所建设科的灾后复原工作 能够加快速度 何贵箱代表则是要求在石牌村 加装反光镜提升民众型的安全 而徐秀之更是提出 罗山村的垃圾野蛮场 25年使用期限已经到了 10月份受到原规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 大雨造成部分路段 陆基掏空 积水 农村损失等灾害 副理箱公所全力投入灾后的复原工作 副理箱民代表杜金摩在咨询要求 副理箱公所建设科的灾后复原工作 能够加快速度 尤其是副理与着西交界的农路 因为掏空严重 杜金摩希望能够加强 要食品 食品挑过去 那个地带 这个大雨有冲刷衣机嘛 衣机有一些米巴 然后它现在长很多银肉翻 那个应该要签衣了啦 副理箱石排村的土地公庙 移出路口因为多辆车行经道路时 行驶中容易被挡住视线 副理箱民代表何桂乡咨询时 就要求建设客设置装反光镜 提升民众性的安全 希望我们的建设客能够帮我们做一个反光镜 这个反光镜就是那个石排后府 那个土地公庙旁边 它旁边有一条农路要往上面 上面有几十甲的农地 可是他们每次要回来的时候 有时候有点上坡会有会有一点冲的力道 可是两边左右的车就看不到 希望我们相公所尽快把它装设反光镜 让人民在工作之余 能够有行的安全 好不好 这个我给你看 真的有着需要 树林旁边 这边是树林 这边是土地公庙 直接出来就是我们的 北厚府的那个农路主要干到 我希望乡长乡公所能够重视这个案子 罗山村的垃圾掩埋场 25年使用期限已经到了 富士乡民代表徐秀之建议 乡公所能够新建一座绿色环保公园 不仅能够活化利用 也能够达到观光效益 这个垃圾掩埋场已经使用期限到了 那本时是希望说 改天你有到环保局去开会的时候 我们是希望说 那个垃圾掩埋场 因为没有掩埋的部分 它是杂草重生的 那杂草重生里面就有很多老鼠啦 一些东西 然后因为旁边下面都有一些农地 我想那些老鼠的话 都会对稻米做 有损害的那个动作 那本时有个意见 我想上次在定期会我也提到了 我想因为在苏校信苏厢长的时候 有答应罗山村的村民说 25年的垃圾掩埋场到期之后 会去做一个绿色的环保公园 富丽乡公所则是依序回应代表 灾后修复工作一切都在进行当中 也会持续加快脚步 石牌村是否加装仿光进会后 再安排会刊来了解 至于罗山村是否新盖绿色环保公园 公所则是回应 垃圾掩埋场的土地是环保局所有 所以还是要先跟环保局通过 才能够进行下一步的规划 记者高雄雙副理商采访报道